原标题 原军司令萧晋光和装甲兵司令许光达都是大将 刘亚楼这么一笔 心里有些不平衡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1955年 我军的授贤主要考量的还是建国前的功绩 而刘亚楼在这一块并不显赫 红军时期的刘亚楼是一个师长 抗战时期的刘亚楼 有几乎都在苏联学习 对战场几乎没什么贡献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刘亚楼才得到东北野战军的重用 观止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但其实看一看和他同级别的参谋长 颜魁、李达、张震三人 只有李达一个人是上将 其他两个人都是中将 那刘亚楼受上将也是情理之中了 刘亚楼作为四野的参谋长 可以说是喜悠参谋 但另一位参谋长张震中将却是实打式的 人生赢家 张震将军参加革命非常早 12岁就已经是红军儿童团的一员 而且担任的副团长 因其出色表现 16岁的张震就加入了共产党 之后张震的表现并不是十分粗粗 所以他在授贤仪式上只被授予中将军衔 但他后来的经历是十大元帅和十大将都无法比例的 首先看看工业 张震最高的官职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这一项上 十大元帅均做到过 但除了十大元帅 以作育为首的大将都没有做到 那57位上将也没有这样的幸运 而身为中将的张震做到了 这是非常难得的 不过张震在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时 已经是上将军衔 这是1988年第二次大寿贤时的最高军衔 第二点要看张震的年龄 张震活了101岁 非常长寿 战功是要在战场是用血肉来换的 所以大多数将领在一生戎马中都留下了各种各样的伤病 因此能活到百岁的将领少之又少 张震就是这样的凤毛饼角 不仅如此 在中将以上的军衔中 张震也是最晚去世的那一位 最后一点 虎父无权子 张震的后代也都非常出色 甚至创造了一个记录 张震一共有四个儿子 这四个儿子全部子成父业 而且在军队中都立有功绩 每一个人都是将军 其中三子张海洋和父亲一样也是上将 这是我军第一次出现上将父子之后的张宗迅 与张右侠父子也是如此 另外张震还有一个女儿 嫁了一位少将丈夫 非常幸福 所以张震一家人出了六位将军 堪称是最成功的军旅家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作曲 李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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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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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监